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服从是达成任务的基础 也为了保护搜救犬的安全 因为他们执勤的场域 是所有工作犬中最危险的 唯独搜救犬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叫做服从训练 服从 你在一个广域或者在像宝利堆 它往前跑 往前搜救 100公尺它看不到你了 或者在过去已经危险了 那边可能会有化学物质 你必须要马上把它叫回来 没有额外装备 以天生的本领进宅去救人 人称赤脚英雄 2018年2月花莲地震发生 各地的特殊大队前往支援 搜救犬队也在其中 新北市的贝塔与小队长林国志 就曾在瓦砺堆中成功标记 代作者的位置 台南的大地震和花莲大地震 我们都有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尤其在花莲那一场的时候 我们被分配到的是 云门翠堤大楼 有定位到标记到一处 并且有做出了废教 废教的标定 那在该处呢 我们在做标定往下开挖之后 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就成功地找到了地位 这样的搜索能力不是与生俱来 要在瓦砺堆中找人 需要好几年的栽培 921地震发生时 台湾并没有自己的搜救犬 曾经参与台北市 东兴大楼救灾的 新北市消防局副局长 陈崇岳回忆 那时才第一次看到搜救犬 是台湾只有菌犬 在民国88元 并没有任何的搜救犬 我们第一次有21个国家 进入到台湾这块报道 其中有38支的搜救队伍 来了103支搜救犬 这场地震 让官方与民间都意识到 搜救犬的重要性 他们灵巧的身手 可以深入人类 无法到达的地方 找出代救者 灵敏的嗅觉 当今的生命探测器 都难以取代 十多年前的起步阶段 特殊队的领选员 不知道如何着手训练 技术大多来自民间专家 921以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投入 以我们在做专业训练的时候 所选的狗 除了品种 更重要是它的本质 本质是占七成的 训练只有三成的加分 如果全种在选择正确 它的耐力 持久力 工作的时效更长的话 那是更完美的 结构性障碍 我们用防瓦力的方式 然后让它做进行 首先我们的代救者 会先做蹲下的动作 然后让小口知道 他去找蹲下的 然后第二个阶段 我们会让代救者躺下 之后才会到所谓躲藏的部分 对狗狗来说 这是一场寻宝游戏 要搜索的对象 从蹲下 躺下到看不见 越来越难 那我们一般的训练的话 正常来说 我们就是团队作业 那在领犬员的部分 会跟它的狗狗成一个搭乱 那一般来说 像我们训练师跟这个代救者 也会成为一个协助的角色 所以在训练之前 我们会先理解小狗的状态 然后再来规划 我们今天要训练的项目是什么 针对这个做不同的讨论 那当然这代救者 今天可以用玩具来说的话 也是因为他是比较专业代救者 他可以知道说 我们今天的小狗 他需要是比较重的力道 或是比较轻的 有的狗狗喜欢玩具 有的喜欢点心 训练师必须投其所好 那他会因为这个奖励 其实他可以有很好的动能 因为其实在训练这个手套犬 最重要的是躲的人 原本在初期一开始 可能会有熟悉的人 那熟悉的人他理解了 他懂得怎么样去搜寻这个人之后 我们会换不同的人来躲 那尤其是很多的陌生的人 让他可以习惯 因为在做搜救犬的这个工作 他的环境考验比较严苛 像我们现在在下雨 那也有可能遇到的是 比较酷热的天气 像我们之前高雄气爆的时候 那个地面上是很烫的 那甚至有很多其他的救灾的机具 生霞或者是其他的气味产生 那在现场的话 他必须去克服这些障碍之后 然后再去找到 可能隐藏在更深底下的代救者 搜救犬对环境要有适应力 对地形要有优秀的穿越能力 要有强烈的工作欲望 更重要的是喜欢亲近人 刚刚我们在做训练 对方是一个陌生的人 完全没有跟这只狗接触 但是狗可以很快乐 很愉悦地去找寻呼喊它的人 必须让狗是快乐地 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狗才不容易累 狗才不容易去抗拒 这样子的受处行为 投入训犬领域将近30年的段传人 九二一地震时 住在南头的他感受特别深刻 我们台湾当时并没有专职专业的搜救犬 由我这边捐赠一些幼犬以及他们人员过来这边上课训练 让搜救犬能在我们台湾进行一个普及化 那搜救犬是一个主动性的搜索器材 它可以深入到人类我们救难人员所没有办法深入的环境里面去 并且它可以运用嗅觉去发现存活者或者宁难者 这个方面的话是现在目前所有的科技器材所做不到的 在他家里的墙上挂着已经往生的阿布 在2005年获班的证书 这个是台湾的第一支民间训练出来的搜救犬 通过了我们当初消防署的评件制度 还有就是他也相同的 他也通过了国际搜救犬组织IRO的一个认证 国内规定搜救犬必须通过国际搜救犬组织IRO的认证 才能上场工作 如果想参加国际救援还要再通过MRT 通过了可以直接接受联合国的派遣 我们现在已经安排组合物已经有安排一个代救者 那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安排初级的等级 所以它会是一个外漏的 它只是要我们需要增加小狗 小狗比较明显的气味去增加小狗的性质 体型娇小的浩克有钻入小细缝的优势 他正在接受的是初级训练 借由这个游戏去让他去吸引他会更喜欢做搜索这个行为 这只小狗在开始培训到考到高级一般一般至少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 才有办法达到高级的征兆 我们会安排代救者是比较看不到的 代救者可能是露一个缝 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完全隐蔽的 盖板完全隐蔽的状况下 那在搜救犬一上到作业场上的时候 它是看不到这些代救者的 那甚至是没有引诱 不过场上没有声音去做诱发 所以在搜救犬对搜救犬来讲 它就必须完全是用鼻子去闻气味的方式 在搜救犬去找到代救者的位置 人呼吸的时候有气味 搜救犬要寻找的是不会移动的呼吸气息 它得要克服风向的改变 噪音干扰 走来走去的工作人员 在场上东秀西文一再确认 要顺利完成搜索 真的很不简单 没有人吗 希望我等一下稍微推开一点 就讲厉害了 那从刚开始喜欢接触人 到后来愿意跑向人那边 到甚至人躲起来的时候 他也愿意去接近这个人 那其实他是一连串的训练 那我们从小就开始让他知道说 这个游戏就是我们只要接近到人 就会有奖励啊 会有食物啊 玩具啊 这座瓦砾堆训练场位在高雄 各地的搜救犬队都会来到这里 进行一地训练 整个救灾我们称它叫立体救灾 那要让狗狗闻到味道 就必须从底下平面空中 所以我们会建造这样子一个场地 把它设置成一个类似灾害现场 让狗狗平常训练很熟悉 原来灾害现场这个我平常就遇到了 因为犬肢的嗅觉啊 它是我们人类的五百到一万倍 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嗅觉 我假设像这个长三十公尺 宽三十公尺长八十米 用人类来找这里 差不多要三四十个人来搜寻 而且要黄金时段七十二小时 可能在山天里面赶快把活的人找出来 相当的广域这样的场景 狗狗一直就够了 而且三十分钟马上把它搜寻完毕 换越多场地进行一地训练 越能提升收救群的能力 那测完风向之后 我们就会从灾害处 灾害处的下风处去做放狗 放狗的动作 然后再下风 从下风处去寻觅带救者的味道 去找 去找 里面有人吗 发现乱者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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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好棒 好爱 搜救犬通常在三到四岁通过认证 黄金的工作期只有四到五年 专业养成不容易 妥善照顾他们就很重要了 新北市消防局花费九千多万的经费 为搜救犬队与警犬队兴建犬舍 希望他们住得舒服 我现在 是搜救犬 现在在练习被保驾 是搜救犬队与警犬有些女生参加 不放这些女生参加 可怜一下 是搜救犬队与警犬有些女生参加 牛奶讓他能夠盡量去多喝一點水 它是不含乳糖的 其實他們就像運動員 就是高強度的運動員 那其實飲食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主要是我們必須要補充更多的蛋白質 犬舍裡規劃了配膳室 民犬員可以在這裡準備膳食 還可以製作無調味肉乾 那像這一層是雞胸肉切片 那像我們這些食材 我們現在都自己烘 我們訓練用的零食比較健康 然後沒有添加物 然後還有鹿皮 鹿皮是我們烘乾 然後給他們摸牙齒解養的 因為有時候會有牙結石 全社旁的這片草地 是搜救犬平日的訓練場 實際的震災 它就是會有些洞 或是說我們會擺一些器材 我們人沒辦法到達的地方 擺器材協助狗上去 那這些器材就是為了讓牠 很順利地去執行牠的作業 活動平台 牠就是當狗跳上去的時候 牠是在一個不平穩的地面 牠會前後這樣子動 對 因為牠摘區上面 每個石頭都是可能會晃動的 上 欸 接下來那個是 滑動平台的進階 我們叫牠擺台 牠晃動的弧度會比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 那活動平台還大 我們狗的證照 要分初級 中級跟高級 高級的部分跟中級的部分 才會使用到搖擺台 室內也有健身房 就算下雨也能練身體 平常我們在健身房 可以看到有狗 跑步機 像我們有小狗的 那還有一些像是 類似人類的瑜伽 可以做一些伸展 或者是小臂肌肉的一些訓練 跟核心訓練的 身體平衡的 等等這些訓練 都可以在這邊完成 我們比較居多是 瓦力守舊拳 那牠們需要跳高跳下 等等之類的 牠們是更需要 靈活地應用牠們的肌肉 Poss up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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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訓練什麼 訓練牠的前肢的一些 小肌肉 像牠這個就是會比較 因為需要去身體去平衡 所以牠會 要去練牠的就是一些 身體閒角性 有點像衝浪一樣 但這隻都還是 比較基礎的階段 整個環境的提升 包含配膳是 包含我們有健身房 我們等於有一些些 室內的可以訓練的空間 跟我們有完整的 可以工作配膳的環境 當然是比較我們以前的 犬色 牠就是純粹是一個 犬籠啊 觀小狗的休息區 是差非常非常多 因為台灣的 台灣的氣溫環境 比較會消耗狗 因為他們熱 就是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消耗 然後所以我們台灣 在建議狗在八歲的時候 就讓牠回修 七歲的豐脊椎長了骨刺 犬隊已經在評估牠的退役時間 在消防鼠位搜救犬 規劃的退休機制中 年滿八歲 可以開放民眾認養 住在花蓮郊區的漫畫家 敖又翔 就在2019年12月 領養了八歲的穆姆 剛好那天在報紙上面 一翻開報紙就看到了那個 舊男大收救犬 招募認養人 包明還不是立刻就被同意 他們還派了幾位警官 來這邊看看環境 那經過牠評估之後 就雙方就快樂地同意了 這條狗如果來認養 這個貓貓來以前也是那種很精瘦 那個肋骨就這樣子 弧線是這樣子 來我這邊就放鬆了 很快就 肚子就跑出來 養狗其實有時候相對是療癒 然後有時候花苦花淚了 出去跟牠走一走 丟丟球 牠現在也慢慢習慣這樣生活 敖宥祥老師不只為母母做畫 牠的同伴們也都各自擁有 敖老師親手繪製的畫像 每隻狗就設計不同的情境 像這隻大鑫 大鑫 牠看起來就很會跑的樣子 那我經常說讓牠去追這個飛車黨 這是草稿 像這隻貝塔 貝塔 因為牠是母的 所以會想牠很有愛心 讓牠去做那種安慰的工作 把一大堆受傷的狗 讓牠去做 把一些好玩的漫畫元素去 讓牠做一些陪襯 讓這些狗更活潑可愛 我們只給敖老師看照片 可是阿老師光看照片就可以畫出 我們犬隻的個性出來 然後就像雪 雪是一隻比較活潑的 然後牠就畫得非常的生動 這些作品悬掛在新北市消防局的犬舍中 這裡不只是搜救犬的家 也是一個教育空間 明日明日 這間知識牆就是一般我們最常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問答 Q&A的部分 然後再用豐富的色彩和趣味的插圖 然後讓小狗在各個年齡層在參觀的時候 牠們都能達到最好的吸收 像小狗為什麼喝水是用甜的呢 牠不像我們有辦法做嘴巴蜜合的方式 會達到那個真空效果而進而飲水 牠其實有點像用捲的方式 跟牠一個勺子一樣搖水起來 牠都拿手這樣去 圍棺大樓發生倒塌意外時 台南的特種搜救隊 並沒有自己的搜救犬 在那場震災之後 台南市消防局也開始建置犬隊 來 跟著 坐下 在這裡 摸 等 站 過來 台南第一批培訓出來的搜救犬 現在六歲了 牠通過IRO的高級認證 然後高級認證通過之後可以再考NRT NRT通過牠可以支援聯合國的國際救災 亞洲有七隻 其中六隻在台灣 那台南就有兩隻是通過MRT的高級 加油 來 上去 上去啊 自己上去 立正你根本不知道地形是怎樣 你也沒辦法預先訓練 但是梯子這種器材是 要跨越地形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所以如果我們先教會狗過梯子 過木板這類的地形的話 那我們在現場 我們可以讓狗上梯子 然後自己走過梯子 也是狗對於地形的克服 那也是我們工作人員 在帶狗的時候可以比較輕鬆 因為狗牠是有訓練過的 牠可以更好的照顧好牠自己這樣子 有訓練完有時候幫牠伸展一下雞肉 好開心 牠好開心 牠太開心 太舒服了 有隨時有獎勵品 牠的今天是雞熊肉 對就是牠隨時都有好吃的 我是牠的行動零食櫃 我們訓練一隻狗至少都要兩年的時間 那兩年到三年所以不容易 對牠不容易 對人也不容易 國內的搜救犬主要分為瓦利搜救犬 與廣域搜救犬 民間專家建議因應不同的災難類型 增加不同專長的搜救犬 我們應該更針對台灣的災害特性 來訓練各種不同類型的搜救犬 例如地震類型的倒塌建築物的搜救犬 例如失蹤人登山客 這些失蹤人的一個搜索尋找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所謂的尋師犬 針對一些罹難者 因為我們看到了這個是被需要的 尤其到現在因為氣候變遷的問題 天災頻繁的出現 搜救犬更重要 公家一定要跟民間的專業來合作 為什麼要找對真正的專業 因為他每年都是跟國際追鬼 然後訓練的方式每天在改變 每年在改變 不是只有我今天做到這樣 我學到這樣就很好 不是 每年都全世界最頂端的訓練方式 一直在切磋然後再提升 921地震後 21年來台灣的搜救犬從無到有 並且通過國際標準的認證 每一隻搜救犬都是國家的寶貝 他們過著與寵物犬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嚴格控管飲食 作息 持續訓練保持最佳狀態 就為了在關鍵時刻 拯救生命